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以前也有一些西藏的间谍到印度来收集资料 那有些人来他就直接跟西藏政府就说他是被派来的 那西藏政府就会给他一些他相应的资料 就是说你回去以后就说迟话就没事了 有些人来是见丹蓝朗嘛 然后他这样主动地告诉两王政府或者西藏政府 或者丹蓝朗嘛说我就是派来的 他们交代我做什么什么什么事情 比如说有时候他们会说他们被派来 是到达赖喇嘛比如石龙金刚大法会 他们派来的时候他们的任务只有一个 就是给僧人发布施 当给僧人发布施你就要一个一个一个的发嘛 这一下他们就知道有多少的藏人 两王藏人来达赖喇嘛听见的有多少个僧人 然后呢他或者说他就绕着藏人的地方走步 一圈走下来然后他就知道里面有多少人 就是他的刚开始信息都是比较简单的 但那时候藏人派过来很多 他们大部分都会向政府去报告 但也有不报告的被抓住的 那被抓住的比如说我就知道有两个年轻人 他们被抓住的就是他们担任武警 武警领案中国政府 因为他们是比如说像日科者人帮地区的人 人帮地区就是很偏远的比较靠北 地理上比较靠北部的地方 生活的生态也好 或者各方面的出路都是很少的一个县 那他们两个年轻人乡下来的 他们当武警 当武警在拉萨当武警的时候 中国政府对他们的承诺是 当晚武警你在西藏完成了所有的间谍活动 回来以后了就可以让你给你安排工作 而且可以让给你换成城市户股 可以让你住在拉萨 那对一般的那些很乡下人来讲 对他们来说给他们城市户股 让他们住在拉萨 然后在拉萨又有一个很正当的职业 可以拿工作职业 那个简直是从很糟糕的地方 一下子腰上叫腰上龙门也好 或者就是说那个身份的改变非常非常巨大的 那个人生的轨迹的改变是 是不可想象的 几乎是在西藏来讲 几乎是从奴隶到将军 类似这样一个状态 因为这个来他们两个就受到了 受到了引诱 答应 而且是很认真的想去做 然后中国政府就让他们在 玩那个单杠的时候摔下来 摔下来就让他们的腰椎啊 或者腿啊什么东西断了 然后还有石膏把它包起来 然后把它们送到成都 大家都知道这两个人摔坏了 需要做更大的手势 所以需要送到成都去治疗 其实他们到成都的时候 其实进行训练 训练完了再回来 回来以后来大家都知道 他们两个治好了 治好了以后 然后就复医院 复医院以后 刚开始在拉萨街头打工打 然后那么一两半年左右 然后再跟一群藏人一起流亡到印度 类似这些 就是说他都是布局的 那这些藏人他就是真的去干 那跟中国的或者说是民族 或者是国家 一点关系没有 他们就是想想 他们就是想要改变自己的生活 来通过出卖自己的灵魂 或者出卖自己的民族 希望找一些事情 所以这样的各种各样的人都会有 但是没有一个真正的理想主义的间谍 也没有一个是 由于国家认同的间谍 他都是一个利益或者是压迫 有些人他就是对家人被控制在中共手里 然后强迫你如果不当的话 会怎么怎么怎么 也有这样的人 所以说西藏人充当中国间谍的很多 而且以前到印度的时候 大部分都会想西藏政府 算自首吧 那西藏政府也都不会给他们为难他们 只是会告诉他们说 OK 你回去的时候一定要好好地讲 讲实话 不要说假话 不要栽赃 不要诬陷 没关系 那你需要一些资料 比如说报纸啊 杂志啊 或者一些出版物 我们会给你一部分 你拿去嘛 你可以交差嘛 大家都不要互相为难嘛 基本上是这样一个状态 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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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分析 没关系 我可以分析 别人 没关系 感谢观看